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聽今天的聚言堂 我們這是一個錄影節目 錄影之前發生了一件相當令世界驚喜的事 就是新加坡的榮手Joseph Gouling贏了菲比斯 在100米比賽中為新加坡獲取了第一面奧運金牌 也是新加坡歷史上的第一面奧運金牌 新加坡一下子成為世界的焦點 因為他和菲比斯之間還有一段交往 也是相當令人開心的故事 我們今天特地聘請了一個和新加坡有淵源的嘉賓 就是Jeremy 歡迎你 大家好 Jeremy 在新加坡出生 新加坡出生,來香港讀書 比較少聽有新加坡學生來香港 是甚麼原因令你會來香港留學呢? 因為據我所知,新加坡國立大學都相當有名 其實我來香港當時都有幾個原因 第一就是李大學之前都有來香港十幾二十次 因為第一,我對香港的現代歷史和前拜有研究 前拜方面我之前每一年都會來參加展銷會 其實都對香港很熟悉 但其實我當時是拿到獎學金 即是港大獎學金 其實都是想嘗試新的環境 如果拿到港大的獎學金之後 就覺得OK 那就選擇來港大 那時候有沒有事先想過 都會進入新加坡國立大學? 其實都有的 我們通常高考之後 考完A級級之後 一定會三更大學 即是新加坡三更大學都會生請 不過如果有港大 即是有出國的機會 一定 我都是想嘗試出國的機會好些 藍而自在四方 多點見識其他地方的海 不過就講起新加坡和香港 很多人都說雙城基 或者兩個地方有一個叫做美教 我記得在八九年六四之後 就多了很多人香港 多了很多人想移民新加坡 甚至新加坡那時候都有一個政策出來 就是想吸納香港人移民會 近幾年也多了香港人想移民去其他地方 新加坡也是其中一個考慮的國家 如果真的有香港人想移民去新加坡 你會怎樣給他們意見呢? 從一個新加坡青年的角度看 其實我覺得新加坡和香港現在都是七八八的 如果你是香港人想去新加坡發展 如果你說做生意或者上班的話 如果你做譬如說大的金融機構 銀行那些其實都是OK的 不過如果你是真的想去新加坡定居 我覺得其實和香港都沒有什麼分別 就是如果你說社會自由或者是工作機會方面 其實我覺得新加坡和香港都是差不多的 可能人工真的會高一點 不過其他方面我覺得沒有什麼 如果你真的想換一下新的環境 我都是建議你們去一下西方國家應該都會好一點 說真的 因為新加坡很多年輕人都是想走 好像我以前很多的同學 如果他有機會去英國、美國、澳洲那些地方發展 如果他找到工作的話 十個、九個都不會回來的 除非他拿到政府障礙金 那他真的沒有辦法 所以我覺得九七前香港很多人去新加坡 因為這個計劃比較容易拿 我現在都是見到很多當事移民去新加坡的香港人 都回到香港的 那港大我都遇到很多 因為港大我有時都看到他們說自己是新加坡人 那為何有這麼多新加坡人呢 其實他們原本都是香港人來的 那麼 逃生逃長的新加坡人其實都在香港是真的少的 可能九七年前他們很多都是 譬如說怕九七之後會發生什麼事 那哪裏給他 哪裏快他又去 不過現在看起來其實 都沒有什麼變的 還有如果他說想 就是說不想和這些 避開大陸人或者什麼 那他在新加坡其實都是沒有什麼分別 因為新加坡現在新移民都很貴多 那我覺得其實如果你是為了這個 譬如說想逃避大陸或者逃避中共這些 這件事呢 以選擇去新加坡呢 我覺得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真的是一樣的 這件事我們待會可以再說多些 但是我剛剛提過那個社會自由度 你說新加坡和香港沒有什麼分別 有一點奇怪 社會自由 你說沒有什麼分別 但是我們一般都很多時候 在香港聽到就是 新加坡威權政治 社會的自由度 政治自由度 比香港更弱 是不是這樣 你自己覺得 我覺得 一向都是會弱過香港 因為很多人都說過了 新加坡的政治方面 就是新加坡是有民主沒有自由 香港是沒有民主有自由 不過這方面這幾年 特別是如果佔中之後 你都可以看 大家都可以覺得 香港這個自由都是惡化的 譬如說九月 即是下個月的立法會 選舉 你都很明顯可以看 他都可以禁止那些 即是那些候選人 這些事情其實 都是一向新加坡政府想做的事情 即是香港現在都在學 我覺得其實如果香港這樣繼續下去 都不是辦法的 即是逐漸和新加坡一起 即是好像新加坡很多人說 很多香港人以前說 我給你普選 一人一票 公民替名 這些其實他都可以給你 不過如果他學新加坡這樣做的話 他可以給你一人一票 不過之後他都可以在後面做手腳 其實都沒有意思的 那你剛才提過 很多新加坡的青年 出國都不想回來 這個是否一個原因 其實是否一個原因 其實都是看個人的立場 和個人興趣 其實我身邊的同學 其實不是很多因為政治原因 或者自由民主原因 才想在外國定居 其實我覺得很多新加坡的年輕人 去了西方國家 他們覺得地方可能比較漂亮 環境比較舒服 工作沒那麼辛苦 那好像美國 他做事也沒那麼辛苦 工資又高 是吧 車又便宜 放 賣樓又便宜 甚麼都便宜 住得舒服 那他如果有這些生活 即是大學可以享受到這些生活 他一定不會回到 新加坡好像香港這樣 你做幾天 十幾二十年都買不起這樓 買都是買這麼小的 一間 那如果你在美國 有大間屋住 又便宜 又便宜 又可以買兩三架車 這麼便宜 地方空氣又乾 地方又乾淨 那他一定會 抱著 為甚麼我要回家 其實這樓都可以的 我人工又這麼高 那 通常如果找到機會 他都是想換一下環境 在西方國家住 那你真是很夠膽 新加坡的居住環境比不上美國 但香港的居住環境 比新加坡還差很多倍 對呀 工資也不是高於新加坡 甚至差不多水平 其實為甚麼我想 香港其實有兩個原因 一是我自己興趣 因為我小到大 我有研究和收藏香港的九銀子 這方面香港最多 如果說前輩這方面 香港是整個亞洲地區 是一個中三來的 最多拍賣或展銷 全部都在香港 這是我自己的愛好 大而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香港雖然是這樣 不過 都是一個很多之多彩的社會 甚麼都有 甚麼都有 還有 譬如說很不捨得 大學都認識到很多朋友 不在業 大家都是留在香港做事 都覺得 運動 我現在在港大認識到這麼多朋友 出來工作都認識到一本朋友 在香港繼續下去 這幾年 起碼繼續下去 做事才行一步 我其實都是行一步見一步的 都不要緊的 最重要是年輕 可塑性都是強的 你覺得香港很多人 經常都說要學新加坡 他們都是建制那些 就說要學新加坡的威權社會 最終是希望將香港變成這樣 其實新加坡 還有很多東西值得香港學 你覺得香港有甚麼值得向新加坡學習呢 其實是公屋的計劃 香港 組屋 是嗎 新加坡的叫做組屋 可不可以具體介紹一下 即是新加坡可以做到 即是如果七八成的人 即是人口都是住公屋的話 都是好些 因為它是可以認到 多數人交那個MPF 用回MPF 即是新加坡叫做CPF 這筆錢來賣樓 其實都是不錯的 還有它首幅沒有那麼高 即是如果我有 即是首期沒有那麼高 是的 它五萬元十萬元就賣到 香港你現在賣起碼 都要幾百萬 很少人有本事 拿幾百萬錢出來賣 新加坡很多人二十幾歲 三十歲之前都賣到 除非你家真的有錢 其實你做普通的一份工 你是沒辦法 即是三十歲之前是買一份樓 它是可以拿它的強積金 可以買樓 只可以買第一間就可以 只可以買第一間就可以 香港的強積金就死了 因為香港是五個百分之一千元 你一千元 你怎樣儲都沒有用 而且它一定要你夠六十五歲 其實新加坡是可以 新加坡是可以 新加坡是可以看病 即是看醫院 政府醫院 以及賣樓 即是房屋就可以 其他你都要等到六十五歲才可以 香港是沒有了 一定要等到六十五歲 你如果吃不過六十五歲 就你便宜了 除非你選了一萬元 你二萬元就好 你可以一筆錢拿出來走 即是說你宣誓我永遠不做事 那你便可以拿回你那筆強積金 新加坡其實是高的 因為你自己的公款高 20% 真的很高 香港是5% 即是雇主和雇員都是20% 雇主應該是8或10% 雇員都是20% 因為我沒有在新加坡做過高 不過都是高的 差不多30% 起碼每個人到六十五歲 應該有一筆錢 起碼十幾二十萬波子 嘩 我自己都認識 有一些朋友 過了新加坡做的事 他的房子拍回來的相片 嘩 真是很大 他的房子一般以香港的尺數 都過千尺 舊的,新的都越來越小 現在他建的又是 像香港的五十樓 那些越來越小 即是千多尺 那些其實都是七八十年代的 那些又多 不過現在他很多舊的 都是開始拆的 起那些新的 那一斤變兩斤 他都賺到錢 都是因為人口多了 人口多了 你要買千多尺其實都不便宜 起碼好的地方 香港最近都很多賣到五六百萬港幣 其實 祖屋其實都很貴的 千多尺 千多尺 五六百萬港幣 對香港來說 很便宜 我想留給你下一代 其實你覺得好不好 其實都是看自己的 五十幾六十年都是好過香港 香港是基本法去到 2047年6月30日 距離現在都是大約三十年左右 你說千多尺 五六百萬港幣 香港四百多尺 都是四百五百萬港幣 現在的樓 三十年而已 分分鐘給不到後代 不過都要看地方 因為如果你住市區 一定都不太便宜 不過新加坡很多都是 新加坡很多都是 新加坡都市場 香港也有 例如元朗、沙田 那些旅市區 遠一點都 應該都不太貴 當然 港島區就貴 港島區又貴 不過你如果住CBD附近 例如Tundrum Parker 那些地方 都是貴的 都不會便宜到幾點 或者你住市區 Ottar那些 都是超企 跟香港差不多 那你剛才說 他那個社會自由度 政治自由度 他最近都好像 那個黨禁 是有些少放寬 是嗎 是會放寬 因為他覺得 他要吸引新一代的人 去投票 其實新一代的人 不是好像我們前輩 那樣 就是住得舒服 有份工作 我就什麼都聽你的 那你現在年輕的一代 很多都是出國國 或者他看過新聞 他都知道 什麼是社會自由 什麼是個人自由 那他們又 雖然他不會說 好像香港很多人 會去示威 會說這個 那個 不過他的要求 都會越來越高 那如果政府不放寬 他遲早會有一個危險 會爆發出這些社會行動 或者什麼 他都不想的 他如果這樣放寬少少給你 希望你不會在那裡吵 希望他可以繼續 在那邊做你的政黨 就是你剛才說過 新加坡很多青年出國 他都不想回去 我之前都聽過這件事 就是新加坡 那些年輕一代 那種移民西方國家的意欲 強了很多 其實我不太清楚 香港也不太多 因為香港我認識很多 雖然是加拿大出生 美國出生 很多讀完高中 港大都很多回來 新加坡是反轉的 新加坡很少 就是小學 或者 我認識的人 就是小學 中學 出了國 之後回來 很少的 就是你不會去 新加坡國南 或者南洋尼宮 那些地方 見到 如果是美國出生 新加坡的人回來 這個讀書 很少的 香港又比較多 我認識很多 那麼 新加坡通常是 在新加坡 讀完高中 或者大學之後才離開的 這個是比較多的 這個是跟香港相反的 其實他都想 吸納多些年輕的一代 我想在新加坡 在新加坡直根 因為新加坡 他那個人口 尤其是華裔人口 好像出生率 是減低了很多 所以他是想保持 華人的百分比 他可能是擔心 他未來國家的競爭力 是不是 不只是競爭力 他應該都是看整個環境 因為你看他旁邊 都是什麼 全部都是伊斯蘭的 舊的國家 馬俄西亞 印尼 這些國家 他都是想保存 做一個華人的社會 就是華人人口為主的社會 所以他應該都要保存 起碼七成是華人 是不是因為他覺得華人 在這方面 是比較 無論是讀書 經營那些比較厲害 可能是厲害 或者他說做行政會做好些 如果你看65年 如果新加坡不獨立 如果馬俄西亞一個州 應該跟現在爭天弄地 那麼肯定 這個不是一個民族 一個類型的 即是不是種族主義 純粹是一個實事求是 是 不過這樣的話 真的上面全部都會變華人 那你沒辦法 新加坡和其他 你講過馬來西亞 他跟他周邊國家關係 好像都 一向都不太好 其實 說好還是不好都要看 通常都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不過有時候有什麼事情發生 會爆出這些事情 他就怕了 因為他曬 那譬如說 馬俄西亞有時候 你怎樣氣壞他 他又說 我天天就賣水給你 那你死了 這些事情 他都要很小心 他自己周圍的人 所以他都是想 他自己做一個華人社會 那新加坡 他吃水 現在很多都海水化淡 對 不過很貴 這樣會變成很貴 他成本 因為馬來西亞 他當時簽過合約 一個五十年 一個一百年 是一九六一 還是一六二年簽的 那這些呢 其實都是一九六一的價錢 一千粒是幾千 很便宜 所以馬來西亞很多次 只想改 改 新加坡 怎樣都不下 所以氣壞他 哦 香港的東江水流貴 對 香港又被大陸斬 這些是 你沒辦法 那新加坡一定要扣馬來西亞 香港都是 不過新加坡當時的 就是怎樣 他這個合約 就是價錢和那個數量 都在一九六五年六六年 在聯合國那邊登記過 所以馬來西亞不可以亂來 哦 香港又壞了 除了簽到貴到飛起的東江水之外 他亦都沒有 到現在 只是一個試行 叫做在將軍澳那裡 準備起一個海水化碳座廠 有越來越貴 但是呢 真正大規模的海水化碳 這方面 整天說要學新加坡 應該學的 不是 因為很多地方 香港是找到 the easy way out 最簡單最快的 我就用這個 那大陸肯給我水 那我就用了 為什麼我自己做 是吧 那你大陸以前 都是說自己很偉大 是吧 因為廣東省提供水給你 是吧 現在他又開始泡你 你都沒有辦法 那我經常說 我折你水啦 什麼什麼 不是 你廣東 是吧 那你這些大陸給你 這些甜牛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 就是 譬如說 好像販毒那些 什麼 第一次大二次給你 哇給你啊 捐給你什麼 那之後你依賴了它 你就很難走得掉 那當年 你看回英國人 當年在七十年代 香港麥里浩時代 就做了一個 陸安排海水化碳廠 雖然當時已經有 東江水源源不絕的 但是呢 他都知道 這個食水是重要的 戰略資源 最重要的戰略資源 否則他就說 你一截水就糟糕了 所以他那時候 幾貴都做了 陸安排海水化碳廠 不過 今天這個機器 應該是發展很多的 七十年代 都是很落後的 那時候很落後 而且那個成本很高 現在用滲漏技術 就差很遠了 新加坡我們說 國立大學 國立大學 在世界排名都相當高 其實我覺得國立大學 每次都想和港大比較 有的 即是搏亞洲大一 如果香港有學生 想在新加坡升學 因為新加坡始終是英文英語的地方 又有英國的法治制度 雖然他是威權 基本上還是華人社會 華人佔波 如果想去留學 也是一個很容易適應的地方 如果香港的學生 想要國立大學升工學 即是新加坡國立大學升學 是否可猜 其實是可以的 因為大家便宜 你便宜過很多地方 大而很多 一年應該是六千多 七千萬波子 其實香港差不多 差不多 加 along 新加坡國立 會有很多學生掌控獎 比香港更多 所以如果想申請獲獎 其實不是很難 那他甚麼學校是最值得讀呢 也就是醫學和法律 港大其實差不多 商業都不錯 商科都不錯 工程呢 工程是一般,香港和新加坡的年輕人都沒有人喜歡讀工程 比較少,我覺得港大和新加坡各立工程都是由大陸學生去讀 本地又沒什麼,通常是法律、醫學、商科 你剛才說越來越多中國大陸的人過去,讀書又好做又好 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其實我覺得新加坡大陸人比香港更多 所以很多人說新加坡很快成為第3個特區 怎麼會這麼嚴重? 新加坡是不停級的,一定要保留7成的話人 或者越多越好,最多是大陸 那十三億人民做後盾,你要多少? 那他一定要吸入大陸 現在他之前有投資熱門,很多掌學金吸引大學 因為他中學的時候都有去大陸高中 中學吸入大陸學生來新加坡讀書 兩年中學,中三、中四,兩年高中 加上四年大學,包住包食,什麼都有,很多 嘩,那真是... 所以其實這個計劃,很多新加坡人都反對 因為他是用我們交水錢,即是人的錢來補貼他們 不過新加坡說這個是招人才的方式 但他們去中國大陸的學生去到新加坡,他們的表現會怎樣? 其實都不錯,他不會找到太差勁了 不過你也知道,新加坡有個問題就是 很多人在新加坡包住包食多年呢 其實樓下有幾個呢,一半未必都有 一半也未必有? 不過很多畢業之後,MASTER,博士,走到美國 那這樣不翻了,那新加坡是只有一個跳板 好似香港這樣,他們來香港主要是想做跳板 跳板,加上拿了三分證又閃了 其實這些你也沒有解的,如果你想吸引這個 你是一個Course來的,你是走不掉的 可能他資助了十個,最終留在新加坡的兩三個 他都覺得值得的 這個沒有解的,雖然很多人反對 他都沒有公開的 不過好像我以前高中的時候 我的班就有差不多三十三十幾個 有七個獎學金的大陸生育 其他國家都有的,不過沒有大陸那麼多 可能是馬來西亞,印尼,越南那些都有的 不過可能是兩個三個,都不是那麼多 有沒有引起一些族群矛盾呢? 好像香港現在,因為中國大陸的人來得太多 引起很多有水貨,又什麼什麼什麼等等 那些族群矛盾很厲害 你新加坡有沒有這個情況? 都是有的,一定有的 大陸他怎麼說 因為他人的文化和質素都是和香港人和新加坡不同 那這些矛盾實… 即是大陸人在哪一個社會中呢? 你不是說,新加坡、香港 其實你去到美國、澳洲那些地方 都是會出現的 不過水貨就不太好 因為新加坡你沒辦法拖這些人過來 水客、水貨這些就沒什麼 不過好像說,大陸那些人過來炒… 譬如說炒一些樓…炒樓…炒這個、炒那個 還有譬如說,搶你的學位 還有你知道,很多的旅客 周圍什麼柯市柯尼的那些 都是有的,你一定會出現這些事情 其實… 去到新加坡都敢這樣做? 旅客啊,很多 你沒辦法 罰到癡廢的 他不敢抓而已 很多都跑掉而已 新加坡這麼嚴厲,逼他們跑掉? 他有時候都跑掉的 大陸都會… 他如果做這些事情,很多時候都是拼搏的 你香港才有人拉就拉,沒有人拉 我就… 沒有事發生過 這個真是… 那職業那裡呢? 職業那裡有很多 有啦,一定有人不留下 因為他工資高嘛 是 通常你… 如果你出了大陸 你… 除非你說你大陸有… 就是…大把生家做 或者你老爸是誰 誰… 多數都不會回來啦 是吧? 有本事留下新加坡就留下新加坡 有本事留下香港就留下香港 不過大陸… 除非你是三十幾歲 如果你是男生 你三十幾歲都可以的 不過如果你高中那些 通常都不會… 拿那個… 拿那個… 公民的 因為他當兵 那當然是女生拿 所以大陸的女生就多 那男生很多了 講起當兵呢 知道新加坡都要復兵役的 就是過了十八歲 每一個男丁都要復兵役的 你都復過 好嗎 好嗎 可不可以說一下你各方面的經歷 其實我覺得自己做的都沒有太特別 就是… 通常都是當兩年 一年十個月到兩年 一年零十個月 是 那我是2008年一月到09年十一月的 當時都是前三個月 基本均訓那些… 都是很無聊的 其實你說辛苦… 不辛苦其實都可以的,不過你一習慣了就行了 其實我覺得當兵這件事,每天的習慣都沒有問題 我覺得是浪費兩年時間 浪費兩年時間?沒有你學的嗎? 你學不到那些東西,你之後出來社會都利用不了 除非你真的想當兵人 不然你外面工作都會怎樣 譬如說我要當兵,當完兵之後才可以入大學 譬如說高中讀過的書,很多都未必記得 你要重新再重新 其實是你中間這樣斷著 我們都會比我們的女同學次兩年 超越了,因為他們不用當兵 譬如說我來廣大,我的同學全部都是我一兩歲 起碼一歲,很多都是兩三歲 這些真的沒辦法 新加坡男生到處去,其他地方讀書 都會比同學大 這個當兵都要輸於這兩年 不過這不是結束 因為你到45歲每一年都要重複 那個叫reservice 它有high key和low key low key可能有時一個星期兩個星期 high key可能是一個月 到45歲每一年都要回去 因為他想refresh你,怕你忘記 如果有什麼事發生,他可以隨時叫你 隨時徵召入你 隨時徵召入你 這樣就可以保存得有至少一百萬個人 隨時都可以開啟 隨時可以離開 這個是國家安全的需要 我記得當年八九六四之後 很多香港人想移民新加坡 後來嚇驚了 原來就是男生要當兵 當兵其實他們家長最擔心的 就是你剛才所說的 讓男生平白遲了兩年出來社會 無論是讀大學也好,出社會也好 平白遲了兩年 如果最起步的兩年是遲了的話 就像你這樣說 女同學都超越你們了 你去外面讀書 年幾又比所有人都起碼大洋梁 賺少兩年錢 在香港加張心 賺少兩年錢,義務服兵役 當知道這件事之後 整個移民新加坡的風潮 即刻斬攬 即刻斬攬 所以很多人現在想移民 他都聰明 如果你超過三十幾歲 你第一代就不用回覆了 第一代如果超過三十歲 或者二十幾歲 你就不用 不過你的子女以後 如果在新加坡出生 一定會的 那你一定中 所以都要看的 所以很多人 我都認識幾多香港人移民過去 他父母不用回覆 不過他兒子就要 他兒子每次都怪他 為何要謹慎阿波 我當時 不過我覺得 去到任何一個國家 都應該尊重那個國家 對公民的要求 新加坡如果給了一個 這樣的地方 給他們安身立命 你服兵役 也操練 既是公民義務 對自己的一個 體魄和精神 都是有好處的 其實又好又不好 視乎你有什麼角度 視乎這件事 香港人有時候 我移民 當然是覺得那裡有好處 我才去 但如果要我 付多一些公民責任 好像不太願意 尤其是當兵 他很多選舉 你去加拿大 美國那些就不用了 那些一進就進 不過那邊 如果你說文化那些 可能有些不同 那你看你 怎樣去 選一個你想去的地方 其實我覺得都挺重要 不過很多人說真的 香港人我知道 很多人一拿到外國護照 就回來香港住 這個是香港一個 相當不好的地方 由以前80年代移民潮 到今天 都有一個情況 就是他們不太喜歡 融入當地社會 我記得當時80年代到90年代初 有些香港人移民到外國 他們經常找自己 找回當地的香港人 打牌 就不太喜歡融入當地的文化 和當地的社會 然後坐夠移民監 就馬上急急回到香港 拿了居民權 其實現在你看到大陸人 和移民都是同一個問題 是嗎 應該是華人一個 一個比較什麼 比較小圈子的意識 比較小圈子的意識 最近我也有一個朋友 跟我說 他公司也請一些外國留學生 回來 例如澳洲等等 法國也有一個問題 原來他們在外國留學 在西方國家留學幾年 尤其是澳洲 留學幾年之後 就不懂得說英文 你讀書又英文 出到外面都是 多數都是英文 為什麼你不懂英文 原來他們是找回自己香港人 同聲同氣 平時就不喜歡跟外面 當地的鬼妹鬼仔接觸 然後說來說去都是說廣東話 意識形態上都是香港的 對 因為其實我都見到幾多 香港人也好 大陸人也好 雖然是拿美國護照 不過英文真的很差 這些人不出氣的 都是有的 意識上仍然覺得我要拿居留權 就走了 對 就走了 拿一個保險 但永遠不想融入當地的社會 就算現在我發覺我回港大也有這個情況 有嗎 很多時候是這樣 不只是港大 很多其他香港的大專家也是 你說大陸人 中國大陸人也是這樣 他們很普遍不喜歡跟本地香港的學生接觸 說回普通話 就不說廣東話 而香港的學生也不喜歡跟他們接觸 變成一個很迫屢分明的情況 其實外面公司也是 公司沒有那麼明顯 不過也是有的 例如說你剛才說廣大 廣大其實也有的 很明顯是三個大圈子 一個是大陸人的圈子 一個是香港本地人的圈子 第三個就是國際學生的圈子 即是很少會混合的 例如說我有什麼project work想做 我想找一些project mate 我要整個組 如果我是香港人 九成九我會找回香港人 如果我是大陸人 我九成九都要找回大陸的group mate 如果我是外國人 如果我是外國人 或者是韓國人 我都會找回自己人 所以說廣大 或者什麼國際學生 其實都是假的 因為它不會混合 雖然人是那邊 不過它不會一起工作 一起去玩 你看那些住宿舍 那些住宿舍 那些住宿舍多數有 全部都是香港人 你開的活動 有多少國際學生 或者大陸學生會參加 都是很少的 除非那個學生 真的對那件事 或者那個活動 真的有興趣 現在香港大學 都是本地學生多 其實都有一半半 因為廣大這幾年 都是很多外國學生 所以它外國學生 都越來越多了 所以它才有開很多 residential college 龍華那些都越來越多 新的宿舍 所以你看回香港的教育官僚 那時候經常說香港的大學要國際化 國際化 國際化來得最多的 反而就是中國大陸的學生 佔最多 他們來到之後 就算有其他西方國家等等 新加坡的學生來到 大家都不是一個融通的 大家各自一堆堆 原先的小圈子 都是自己有小圈子 自己有 國際化真是純粹表面 純粹就是入學的學生 這個是美國 這個是來自德國 這個是來自英國 那條數搞定了就算了 不過其實在美國 都是一樣的 你以為大陸生在美國 會和外國一起玩嗎 都不是很多 其實可能十個有兩三個 不過多數都會找回自己 就是其他大陸人在那邊做事 去玩什麼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亞洲人的 比較什麼 我不用說香港人大陸人 你看看日本人 漢國人 什麼人都是 這一點 我覺得新加坡人 會做得好一點點 就是新加坡什麼人都可以混合 可能新加坡 年輕一代 都是浪費一點 因為新加坡小到大都是講英文多的 是吧 那他聽的那些都是西方的歌 西方文化都比較多 西方影響人比較多 所以他想湧入這個西方的社會 其實都是 他可能覺得 容易一些 或者他不用挑出 他自己的這個 這個 例如說 comfort zone 這一點我覺得 新加坡人做得到 會比香港人或者大陸人 會好一點 會不會跟新加坡強調的種族融合有關呢 新加坡馬拉人 印度裔 都佔了大約三成 其實不關這件事 我覺得 因為 新加坡其實 說真的 你做華人 你有多少馬拉人的朋友 你做 還有印度的朋友 都很少 都是比較少的 可能在社會上 你在學校 或者在公司 會遇到 不過你真的 私人的朋友 其實都是自己 找回 就是華人 會找回華人 馬拉人 會找回馬拉的圈子 這樣其實 都不是很融合的 一個社會 但他的種族關係 算做得很好 新加坡 起碼不像印尼 經常有大規模的排話 他不會排話 你有什麼 你自己的文化 你可以保存 不過他用 他用英文做一個 什麼 這個很重要 他就變成 中文 或者馬來 等等 這些 全部 有一個英文 令到英文 有一個千元地位 反而減低了 種族衝突 種族衝突 香港不同 香港你看 連那些中東人 印度人過來 都要學廣東話 這個是一件 不同的 因為香港一向 雖然是英國同 這麼多年 不過他沒有用英文 真的推英文 做一個官方語言 雖然他什麼都說 有英文版 有什麼 其實他都是做一個 第二語言 比較多 社會上是第二語言 但是官方 一直都是 英語為主 其實香港的 中文運動是七十年代 那時候 之後才有 中文合法 你看外面的廣告 九成都是中文的 你很少見英文的 是 因為這個是 他廣告這些 最重要是 立刻拿到眼球 吸引到你 所以我覺得 如果香港想提高 這個英文的水準 他應該是 學新加坡 你起碼要做 什麼都要做 相遇 一定要放英文的 你如果接觸多些 會學到多些 如果你每天都是看廣東話 看中文 你英文 你怎麼好 都不會好到怎樣 因為你是可以在 學校那邊接觸到英文 是嗎 這件事 是跟英國佬 當年的教育有關 他是 英文的地位很高 但是他是 不會很刻意 在民間 不是很刻意 在民間 令到 英語成為一種 一般香港人的民間 通用語言 這個的確是 你看新加坡 買一棵菜 小販都懂得跟你說英文 懂 因為新加坡 當時英國佬都知道 因為他 什麼人都有 當時 你華人只有七成 七成幾 其他那些 所以英國佬 都一定要用英文 跟他們 全部都這樣 溝通 香港華人 都是九成幾 其實他說 廣東話都可以 我不用推廣英文 我又不用浪費時間 推英文 所以會變成 今時今日 即是香港 雖然很多人說 英文是可以 英文是可以 不過很多人 我覺得他寫又可以 說就慢慢地 這樣一個正常 因為生活上很少用 日常生活很少用 說真的 我在香港 其實我可以一個星期 不講英文都可以 因為你跟香港人有種 你講廣東話 你跟大陸的人有普通話 其實說英文的機會 除非你跟外國人接觸 都是很少的 你講普通話 廣東話 新加坡都是 如果華語 他叫華語 也是普通話 是普通話 中文都是用大陸的簡化字 是 他唯一一個 應該是唯一一個海外的地方 是用緊體字的 是 是 因為他80年代 就跟大陸的發展 所以他當時都是推廣普通話 他重不重視華語 華語 華文的教育 現在就開始重視 因為他覺得很多 新加坡年輕人 我們這一代 中文真的很差 跟香港相反 香港是英文差 新加坡就是中文差 因為新加坡很多人 我也知道很多同學 我叫他寫一個500字 自我介紹 用中文寫 他寫不出 那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 因為新加坡現在 你學中文 都是一個星期學兩課 三課 算啦 學完之後 又給老師 他不學的 因為他覺得 沒有什麼價值 沒有什麼用 我在新加坡是英文 我不用講中文 其實中文對他來說 都是比較 我學你做什麼 全部都要背 第一要背 但是他覺得 有些人覺得老套 覺得無聊 所以他就不會 真的會去學中文 除非他真的 對中文有興趣 中國文化有興趣 不過這些人 都是好笑的 最重要是 國際地位 是 英語的國際地位 到現在 或者在未來 可見的章人 都不可能有 第二種旅幻 可以取代 所以新加坡當時 都是厲害的 他會知道 英文在未來 起碼一百年 都是一個國際的語言 所以他雖然會推廣你 就是冒餘的一個 如果你是馬來人 你一定要學馬來話 如果你是什麼印度人 你一定要學馬來話 你華人 一定要學中文 不過他英文 最強的都是推英文 所以他之前有 中文 可以用中文讀書 中學那些都有中文 現在都沒有 他全部同一 全部用英文 這是李光耀治國 建國和治國的一個智慧 一個智慧 絕對好 李光耀最近死了 你對李光耀的評價是怎樣 以香港來說 很多年輕一代 他這個人純粹是威權 專制等等 極權 你給了別人賺錢 有什麼好呢 其實我覺得他一定 每個人都是 有好有不好 我覺得一個 剛剛獨立的一個國家 一個比較混亂的世紀 一個比較不穩的一個 政治環境 有李光耀這些人 其實是OK的 是很重要的 不過到今時今日 如果他還想用這些方式 來搞一個國家 現在就是錯了 因為你都知道 一個社會 一個政黨 這個發展 這個自然發展 你到一個地步 一定會開放 你不可以死都拿著這個權 新加坡你看看 亞洲的小龍 四小龍 四小龍 是嗎 只有新加坡一個 現在是 保存一黨同制的 台灣和韓國都 80年代都開放了 是嗎 那麼 新加坡這個 一定要開放 如果他不開放 都是好像大陸一樣 所以他應該都是試一下 現在 因為他都知道的了 你不開放 其實你越拖 你的經濟的發展越高 你的人的exposure 越高 如果你的政治 這一方面 不放鬆 你會爆出很多社會問題 已經逐漸聞到的味道 李顯雲 所以黨禁 每晚都看到一些鬆動 已經很難得了 不過我覺得這些是好的 你看新加坡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都是亂的 你是需要李光耀這些人 管管這個國家 其實我都覺得 大陸現在需要一個 好像李光耀這些人 你看 新加坡很多人說很嚴 不過有時候這些 你說華人 華人不像日本人 一定要救的 是嗎 周圍阿士阿尿 是嗎 你一定要李光耀這邊 他才能搞什麼 你每次貼什麼 問名 什麼什麼 沒有人會理 大陸這些很多 他說這些現在 這些 不亞軍的 這些 這些行為 是嗎 是需要李光耀這些人 才能搞得回 我很多時候 我很多時候 是 中國人一定要管 中國人一定要管 我這個 我認同 中國人不是日本人 你不是跟他說 他 是不同的 所以 大陸現在這些問題 我覺得是需要李光耀這些人 來管的 是到一個程度 才能放鬆 其實這些 國父孫中先生 也有說過 你一當 到一個時候 你覺得社會是OK 他才可以開放 真正的民主化 問題是 不過新加坡到現在 還沒開放 所以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但問題是 中國現在 有沒有李光耀這些人物 其實 我覺得很多 有本事人都不會入政治 香港都是 就是 最厲害的人 最有本事人 不會入政治 他覺得 在外面 或者做其他事情 對他 未來會好些 風險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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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時今日 你玩不到 像什麼 蔣介石 毛澤東 孫中山 這些人是沒有的 這些人是絕種的 有多少 是根本沒有的 所以現在 你說 走未來這條路 政治會變成怎樣 其實都很難說 很多人是股減的 其實我自己 都不是很清楚 你剛才說的 那時候的新加坡 需要李光耀 所以我有一時 在年輕一代 批評李光耀等等 我會問 如果當年沒有李光耀 而新加坡又被馬共統治的話 是 你猜會變成怎樣 當年馬共的勢力是非常大 馬共在戰前的勢力已經是東華馬最大的共黨 是吧 我們看回李光耀之後的回憶 他說當年跟馬共反面的時候沒有很大的風險 因為身邊全部都是馬共的人 是 到頭來怎樣呢 馬共被李光耀一腳踢開 馬共永遠成為一個 他走去泰國 對 走去泰國 然後有些走回大陸 也都是 永遠成為一個 非法的政黨 到現在都不能夠回來 其實你當時也沒有那麼多權力 他也是找回英國佬幫他 因為英國佬都不想讓他獨立之後 立即變成共產國家 當然 其實我覺得如果當時成立 可能變成好像越南 或者是大陸 被大陸控制的一個國家 不過我覺得其實如果李光耀沒有上來 英國不會讓新加坡獨立 因為新加坡他覺得他自己不能獨立 如果他當時沒有李光耀沒有這個行動 要獨立 沒有逼新加坡加入馬俄沙拉 新加坡應該都是好像香港一樣 到現在可能到90年代都是英國殖民地 他都可能是不會放棄 其實如果英國佬是留待在新加坡的話 他發展的路應該都跟香港差不多 因為他的行政 其實對這些殖民地 在亞洲的行政 其實都差不多 你看到很多的總督 新加坡和香港 其實都是一個人釣來釣去 都是同一個人 亦都很難拿到他的獨立 獨立證 至少他的國防、軍事等方面 他不會跟你發展 你們也不用服兵役 更加不可能在國際社會上立足 你也看到新加坡李光耀的智慧 他是馬來西亞、英國、新加坡本身 周邊的國家 例如印尼還有他們最恐怖的馬共 如果不是他有這樣的政治手援 周旋於這麼多政治勢力中間 你新加坡怎麼可能獨立 好像他借馬共的力量 沒有可能 借馬共的力量 趕走英國人 逼英國人給他們獨立 但同時 到了英國人離開的時候 他是借英國人的力量 踢走馬共 令新加坡有今時今日的地位 不過你要想到其實 李光耀他本身 他終身的目的 不是做新加坡的總理 他是想做馬來西亞的總理 他當時也是跟馬來西亞中央的政府交交陣 所以馬來西亞才踢他走 這個新加坡是全世界 如果你不知道 新加坡是全世界唯一一個國家 是不想獨立 是迫起獨立的 因為他是被馬來西亞踢出去 那現在正式更好 是 現在就覺得好 不過當時六十年代 李光耀都上電視哭 他都不知道 未來會怎樣 新加坡可不可以 自己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會不會抱呢 這些事情都沒有人知道 他真的去搏 幸好是搏得過 搏這次贏了 所以我奉勸很多香港的建制 你要香港學新加坡 你想學他什麼 學他反共嗎 大易不報 不是 新加坡是老反共 我也有香港人跟我說 香港現在很多港獨想教香港獨立 他都想學 我們香港怎麼做到呢 好像新加坡 叫大陸踢我們出去 對啦 要逼大陸踢走香港 不可能 不過我覺得他不會踢走你 他只有抓你這幾個 可以抓什麼 抓你幾個 他想搞港獨 他不會踢你出去 他不會踢你出去 還有香港也沒有人想去中南海做皇帝 沒有人能力做到 因為新加坡當年 不是 李光耀 他有能力去做統治整個馬來西亞 以他的政治 是可以的 不過馬來西亞 你覺得一個華人可以做總理 是不行的 你是跟那些 什麼馬來的 什麼皇室 和那些貴族的人去搏 你一定是搏不過 因為他有自己的圈子 所以他一定不會 一個馬 他一定不會給你一個華人做總理 所以李光耀當時是失敗 馬來西亞就叫他走 咦 那香港無謂搞港獨 直接在中南海爭逐 不是 其實大陸都知道 所以為什麼 解放軍不可以讓香港人進入呢 他都知道 他有很多這些 什麼 安全 他都可以猜到 如果香港人真的 涉入 十萬個人進入解放軍 他可以搞自己的軍隊 所以他一向不想香港人進入 連那些什麼部隊 他都不讓香港人進入 全部封閉式 他不讓香港人進入 所以那些派過來香港的解放軍 都是特意跳過最什麼 最紅 最尊的人才可以過來做 思想工作組織最擇實那一班 這方面 他就給不上英國人的 空襟和信心了 英國人有信心就是 我訓練本地華人 做英軍 有華籍英兵 也有義勇軍 這些都是九七之後才解散的 才不存在 其實他去過每一個殖民地 都有招募當地的人 幫他們英軍 所以當時才有港大這間學校 其實也是 你看李光耀也是英國讀書 他之後是法律的 如果他沒有英國的話 他也沒有機會上這個位 他也有一個厲害的 就是他看得出英國那套法治體系 是一個社會發展的很重要基石 這跟他受的英國法律背景的訓練很有關係 除了李光耀之外 我們看到金地 金地也是英式法律的體系 還有曼德拉 所以你看到英國人 英式法律所訓練出來的人 很多時候都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一個力量 絕對是 如果你想香港 臨當的話 很容易搞塌香港的法治體系 搞塌香港的英式法治體系 所以很多人現在就害怕 這個是害怕的 但是香港現在留下來的那些英國訓練出來的法官 他意識形態上都是英國整套法治體系 不過我在想如果這班人退休之後 沒錯 現在年紀已經大了 他們在那裡退休 法律界很多人也在那裡亂說24 不斷歸邊 不過新加坡都改的 他對他有益的他都改 香港到現在都有true by jury 新加坡是取消這個權力 還有他有 private concert 香港其實因為他說是大陸的 他有 court of final appeal 他沒有那個 private concert 以前97前 你可以上去倫敦的嘛 final adjudication 現在就不行 新加坡好像90年代都不給你了 因為他一個 雖然他是什麼英聯邦的一個國家 有這個權利去做 不過他是為了這個權利 給他自己公民去倫敦 final appeal 所以他都挺厲害的 因為李光耀之前被人告的時候 他都輸過 聽說他都玩法律很厲害的 反對派 他是用法律手段 玩到破產 因為他不可以學大陸殺 那些什麼 綁架 他一定要想比較合法 用法律去清掉所有對手 更加也不會有電視認罪 不會的 這些是只有共產國家才會做出這些事情 這些真還是假其實我也不知道 所以你要學新加坡 你真正的學新加坡 不是學他的威權 你的威權已經是超越新加坡的了 其實學新加坡應該不是香港 是想大陸共產黨 想學新加坡怎麼做 他學不到 他新加坡的威權 他已經超越你講 強力部門已經 上電視認罪都可以 超越法律都可以 不過他是想學新加坡 為什麼你經濟又救得多好 因為你西方國家每次都跟我說 你不夠民主的話 你的經濟一定是壞 新加坡是全世界證明給你看 我可以是一黨同志 不過我都可以搞好政治 那又不同 第一,新加坡反共 共產黨永遠是非法組織 這個你學不到 第二,新加坡用的是英式法律體系 你願不願意用 一定不行 絕對不行 只是這兩樣不行 他就一定學不到新加坡 因為我之前看過很多 他推出的那些 講座 十八大 他都有提到新加坡 什麼方式 他是想用的 不過我看他是怎樣想 選擇哪些內容 即是新加坡那些 來觀察大陸 看看李光耀有沒有機會 投胎轉世去北京 今天時間差不多 非常感謝Jeremy 希望下次有機會 再上來大家講講其他話題 好啊,沒問題 再見 再見